音乐 好,现在我们开始拜苦路 应父即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我们大家一起念 主耶稣基督 我们借着洗礼与祢同死同葬 祢借着父的力量 从始终复活 求你也使我们能度一种新生活 昔日的我们也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 求你消除我们的罪孽 不再做罪恶的努力 我们既与你同死 亦必与你同生 死于罪恶 活于天主 主,我们曾多次挣扎 多次跌倒 虽然我们知道 你就在我们身旁 但却掉头离你而去 基督请原谅我们 并帮助全人类认识 爱慕和尊敬你 愿我们能在众兄弟姐妹中 寻到你 跟随你 在苦路上与你并肩前进 第一处 耶稣被判死心 主,基督,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不适 朋友,虽然比拉多并不公寓 但当日耶稣在他的判决中 却看出天父的旨意 假如耶稣能顺着天父的旨意 屈服在比拉多圈下 您怎能拒绝因听命而带来的烦恼呢 主,基督,你在受审判时 我们亦是其中犯你死罪的人 但你却为了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还不知自爱 时常冒犯,违反你 请帮助我们认识 爱慕你,并远以罪恶 天主,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留你垂怜我们 圣诗高学是自家沙 慈慕其卑为利其旁 只无恙是泪流长 第二处,耶稣肩负十字架 主,基督,我们亲从你赞美你 你借此圣架救赎普世 这十字架,这根树干 是天父给耶稣选择的 我的朋友,你所背负的十字架 既是天父给你选择的 从他的手中接纳吧 请放心,天父绝不会让你的负担 超过你的能力 主,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担子 并认为它很沉重 当没有人注意它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担子更重 可是,我们忘记了别人的痛苦 也忽略了在我们身旁背着众和的你 即使知道了 亦从没有加以援助 求你使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多顾忌他人 正如你照顾我们一样 天主 仰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 祈灵其身 有门长影 心中悲伤 何如其身 正如你 正如你 仁慈 同心 第三处 耶稣体力不支 第一次跌倒地上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 在此 圣价 救赎 普世 创造 即管理宇宙的天主子 由于对父的服从 变得像人 那样软弱 竟不能肩负起 一根木头的重量 但那正是天父的旨意 否则 耶稣不能成为我们的模范 若我们要成为 耶稣的朋友 也该无怨无忧地承担 人性的软弱 主 我们离开了正路 只得到空虚和酸苦 有你光照 使我们认识 当我们软弱时 能得到你的扶持 主 你无尽的爱 将一切罪人 抱于怀中 请让我们都能共享 你的观宏与挤爱 天主 养障你所受的苦难 由你垂怜我们 独自之母 属父之女 有门痛促 谁敢疲禄 不乎爱 再不能语 第四处 耶稣遇见了自己的母亲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普世 圣母见耶稣被鞭打 被脚踢 像畜生一般的被驱赶 她的心灵疼痛哀伤 可是 从来没有吐出任何 深处和抱怨 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痛苦而接叹 却忘了其他兄弟姐妹 也受着同样 或甚至更恶劣的遭遇 主 我们明白 只有分担别人的困苦与悲伤 我们才能团结起来 抗拒痛苦和患难的挑战 求你使我们永不关闭自己的心 却接纳每一个人 能像你的慈母一样 奉行你的圣意 与你一同救赎世界 天主养障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催恋我们 荣光之子 如是同窗 仁慈之墓 见之气场 悠哉悠哉 同救堂 第五处 西满 西满 负担 耶稣的 神聚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以借此 圣价 救赎 福士 耶稣 以武力 不能再 独自 肩负 十字架 因此 士兵便 勉强 西满 帮助 朋友 这位西满 就是你 把你的力量交给弱小手 你每次减轻别人的负担 就是亲手托起 那压在耶稣身上的十字架 佛主 你借那西满的帮助 你挑选了一个胆怯 而被迫的人来帮助你 求你帮助我们 了解为兄弟姐妹服务的真正意义 我们时常忽略了 四周的亲友 请帮助我们 互相依靠 互爱互助 使我们背负你的十字架 乐意为他人服务 并除去骄傲 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天主 扬障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催恋我们 第六处 为罗尼加为耶稣骂灭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赞美你 你借此生价 救赎普世 朋友 你有勇气 骂耶稣软面 血在的脸吗 你问 耶稣的脸在哪里 在充满泪水的眼睛 在遍布皱纹的额头 在平民窟里 在法庭 医院 监狱 总之 凡有痛苦存在的地方 耶稣的脸 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等待着你 替他抹掉血 而泪 我老实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我这些兄弟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所做的 也就是在我身上所做的一样 主 求你协助我们在迫害中 勇敢承认你是主耶稣 正如维罗尼加一样 他坚信这个死囚是天主 其他人的讥讽 批评 迫害 都不能阻止他爱主之情 请帮助我们善于 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材质 服务人群 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明认你 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天主 仰照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 求你垂怜我们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赞美你 你借此圣价 救赎普世 朋友 这第七处考验你一致的一个机会 从这次跌倒中学习 坚实行善吧 有一天 当你感到钱光尽费时 你会想 我不能再继续下去 那时 请你转向耶稣跌倒的事实吧 信赖耶稣 继续奋斗吧 主 我们曾向往奢华的享受 没有体察别人的劳苦及坚信 许多人在生活的鞭打下 一一次又一次的跌倒 为官的人多 援助的人少 愿我们在为官的人群中 挺身而出 实践爱德的行为 天主 仰障你所受的苦难 由你垂怜我们 为救其名 愿设己身 见自耶稣 受尽奸行 悲变无千同余欢 第八处 妇女为耶稣痛哭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普世 耶稣曾多么的渴望 把耶路撒冷的女子聚集起来 但她们都一一拒绝 这些妇女现在为耶稣哭泣 而耶稣的心 却为她们哀痛 哀痛她们面临的忧伤 耶稣在深受痛苦时 仍然去安稳他人 朋友 你如何表现你的温良和仁爱呢 耶稣亲临世界 世界也原是靠他而存在的 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领域 而他自己的子民 却没有接纳他 主 我们深信 与全人类中 特别在那些被人冷落的人群中 请祝佑我们 在人群中体验你的存在 你的痛苦 并且以关怀 及爱心去接近你 天主养障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缺恋我们 天气爱子为人说起 长生发坛断送起起 为纸娘这同处体 第九处 耶稣第三次跌倒在地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普世 耶稣以权无弃命 倒卧在地上 身体不能再动弹 就是拳打 脚踢 也不能逼他再站起来 然而 耶稣愿意接受一切 朋友 你的身体可以被摧毁 但天上或地下 绝对没有势力 能够剥夺你的意志 你的意志是属于你的 主 耶稣 你为了我们而受鞭打 凌辱 但我们却时常跌倒 犯罪 主 请帮助我们体会 每一位兄弟姐妹 应有的权利 明白自己的责任 尽量帮助需要我们的人 天主 养障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 赐我心中热爱炎炎 爱主耶稣彼时心感 悦了天主之尊言 一时数 耶稣被剥去衣装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普世 朋友请看 世上最可怜的君王 在受造物前 被剥掉衣服 生无衣物 然而 谁还能比耶稣更富有 同样 你要生活丰满 首先要关心 天国的义德 人主来 不是为受人服侍 却是为服侍人 并且 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救赎大众 主 你成了罪犯 其实 犯罪的 却是我们 我们所追求的奢华物 把你掩盖了 社会上许多 伤残 老病的人 愿 伸出援助的手 给予他们 所需要的 许多人 没有一个 合理的生活环境 更得不到 别人的关怀 与协助 失去了 人性的尊严 愿我们 真正 给予他们 把他们 当作 兄弟姐妹般 看待 天主 仰仗 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 全言我们 此生母喜求是 忠诚 将主无伤 神可无形 众神保之爱 且请 第十一处 耶稣 悬在十字架上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架 救赎福祉 朋友 你能想象 钉十字架 是怎样的滋味吗 行李 拉直了手 在幕上 按紧着手腕 把钉 刺穿肉 然后拿起沉重的铁锤 用力敲打 直至手被钉穿 疼痛心酸 就像活药弹 在头脑内 猛烂爆炸 他们又抓住 另一只手 死亡的痛苦 又另一次爆发 然后再曲起膝盖 跑把脚 贴住木杆 也用铁锤 钉在架上 我给你一项新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主 你对我们的爱意 尽不惜任何牺牲 我们愿意效法你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使用你爱人的精神 努力 减轻别人在精神上 及肉屈上的痛苦 与你一同救赎 救赎我们的弟兄 天主 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祝你缺连我们 儿子耶稣为我福远 为我受苦我心难堪 缘分凄苦我心患 第十二处 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价 救赎普世 十字架已成了一座讲坛 父啊 宽恕他们吧 你要和我在天堂里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你的儿子 我可 一切都完成了 耶稣需要挺着手腕 挤脚 把自己拖起 才能开口说话 每一个动作 都使他陷入一阵新的痛楚 然后 当他受够了 才放弃这可朽坏的肉躯 一粒麦子 非经落地而死 只不过是一粒 死了以后 才会有风营的收获 主 借着你的圣死 我们才获得一个 更充实 及更珍贵的生命 请帮助我们 使我们关怀别人的 生死存亡 重视肉躯 和灵性的生命 使我们充分地 领悦生命的意义 天主 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催恋我们 上我一生与儿童悲 儿子悲定就我余为 同有同苦永无玄 第十三处 圣母怀抱耶稣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圣驾 救赎普世 祭宪已完成 是的 耶稣的祭宪已告完成 但 我的朋友 圣母和你的祭宪 尚未结束 圣母还要在手中揭抱 她亲生子的尸体 她在你在离别自己所爱的人时 也会感到哀痛 你在沉痛时应该想到 因着玛利亚 分担耶稣在加尔瓦略山的苦难 参加救世的工程 同样 你的哀痛 即可冲作灵魂的代价 主 请宽恕我们的愚昧 护制 嫉妒 及怨恨 并减轻所有因此而引起的痛苦 与悲伤 求你 以你的爱 充饮世界 为我们生活在爱的滋润中 慈慕玛利亚 你是罪人的避难所 请为我们祈祷 使我们 因你圣子的功劳 信获天父的宽恕 天主 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求你催怜我们 愿谢我牧师离家旁 与子分有何儿童伤 爱命被同类成行 第十四处 耶稣被埋葬 主 基督 我们亲从你 赞美你 你借此生价 救赎普世 耶稣可守的生命 救死结束 另一个新生命已开始 为玛利亚 为玛达勒纳 为伯多禄 若望和你 耶稣在人世的工作已完成 但在教会内 即透过教会的工作 即透过教会的工作 现在才开始 朋友 由现在开始 时时刻刻 你要做他的使徒 祭品 圣者 主 仰仰仗你所受的苦难 由你缺点我们 上我谢祖同欢同游 福其死同分其苦愁 年年在心永无休 耶稣基督 人类的救主 你用十字架战胜了死亡 进入了光荣 使痛苦有了意义 赋予世界喜乐 求你帮助我们 继续你救世的功臣 共同背负十字架 主啊 让我们成为你的工具 去宣扬和平 在满是憎恨的地方 让我们拨下宽恕的种子 在满是疑虑的地方 让我们拨下信心的种子 在满是腿上的地方 让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在满是黑暗的地方 让我们拨下光明的种子 愿我们不祈求他人的安慰 只求安慰他人 不祈求他人谅解 只求谅解他人 因为在施舍中 我们有所收获 在宽恕他人时 我们也被宽恕 在丧失生命时 我们将复活而获得永生 愿主垂应我们的祈祷 阿们 请为教终一向祈祷 我们一起念 一遍天主经 一遍圣母经 和一遍圣山观容中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祝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从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愿光荣归一父 即子即圣神 祈求如和 亲日一晚 直到永远 阿们 应付即子即圣神 感谢阿们 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主题的话是 圣言使人扎心门恩 那么这句话的话是来自宗图大书路 第二章三十七节 那么说为了对这句话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呢 我们可以说对这句话的上下文 做一个解读了首先 那么说这一句话的话来自博多路的复活节的当天 他的第一可以说第一次的这个宣讲 这个宣讲的话是很有名的 今天晚上我们翻两个部分来做这个讲道会的 翻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的话对这个博多路的他的第一次的宣讲 我们做一个解读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那么说通过这个解读这个博多路的第一次宣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怎么去 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怎么可以去传播圣言 让圣言能够说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的话能够聆听到天主的圣言 今天晚上我们的话就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博多路的复活节 那一天的话他做的第一次的讲道 他讲道以后的话有三千人的话领受了洗礼 我先把这一段的话给大家读一遍 然后做一个解读了 宗徒大书录第二章的十四到四十一节 博多路就从那十一位宗徒站起来 高声向他们说 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桑的人 请你们留意 色尔静听我的话 这些人并不想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 因为才是白天第三时辰 反而这是借约尔尔先知所预言的 到末日天主说 我要将我的神请住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 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 青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看门径 站着的那些日子里 也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 我也要听住我的神 他们要将预言 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 在下地显示征兆 雪、火和烟气 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 太阳要变成昏暗 月亮要变成雪红 将来反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 主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 那当然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 以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 一如你们所知道的 给你们胜不了的人 按照天主一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 你们借着不发者的手 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 天主说 结出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因为达位 使得他说 我常讲上主 置于我眼前 我却不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 因此我心欢乐 我的蠢愉快 恋我的肉身 也有安息与希望中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 依其在音符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福秀 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 诸位人类弟兄 容我坦白对你们讲了圣祖达位的事吧 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 直到今天 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是先知 也知道天主曾因誓词 对他起了誓 有从他的子嗣中 另一位来做他的御座 他就遇见了 就乱进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的音符 他的肉身 也没有见到福秀 这位耶稣天主是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 有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 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 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 达位本来没有升到天上 但他却说上主对五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是你的仇敌 便做你脚的踏板 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 天主一把你们所定死的之为耶稣 立为主 立为墨西亚了 他们一听见这些话 就心中刺痛 谁向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说 诸位然然弟兄 我们该做什么 伯多禄别向他们说 你们悔改吧 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 好赦免你们的罪过 并领受圣神的恩惠 因为这恩惠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 与一些远方的人 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招教的 他还讲了许多别的作证的话 并劝他们说 你们应就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 于是 管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 在那一天 约增添了三千人 那么这一段的话 是伯多禄的第一次的站起来的宣讲了 那么说我们看伯多禄的话 跟耶稣三年 然后到最后的话 是背叛了耶稣 扶然耶稣三次 在经历了可以说 当他甘因夫妇的主相遇以后 发生了改变了 他们是领受了圣神以后的话 他还有能力的站起来大大的宣讲 然后他的宣讲的话 可以说让三千人 接受了洗礼 皈依了耶稣基督 所以说他的讲道的话 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简单的话 对他讲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了 十四节 十五节 十六节的话 是伯多禄站起来讲话了 然后当时人的话就说了 这些人的话 都是像是喝醉了酒 这是一个状态了 这是一个状态了 那么酒跟圣神 Spiritus 酒跟圣神的话 这关系是很紧密的了 当一个人的话 内心里面充满了圣神了 充满喜乐了 然后他会让人感觉到 就是说好像跟平常人的话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在那里说 你们是喝醉酒了 蒋伯多禄说了 这是白天的第三个时辰 是上午九点呢 怎么可以喝醉酒呢 然后呢 下面的话 十六十七十八节 十九节二十节的话 然后他允用了这个 约尔尔先知书 约尔尔的话 是在公元前的 第五世纪左右的位先知了 也可以说 那么这位先知的话 是在冲军后的先知 我们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的话 我们说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七年 是一个分水岭 我们说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 以色列子民的话 他们有圣殿 他们有圣城 他们有罪益的国家 可是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七年以后 然后他们的话 圣城被毁了 圣殿被烧掉了 然后整个以色列子民 开始充军巴比伦了 我们说这位先知的话 就在充军以后的先知 在一个特别的快难时期里面 安慰以色列子民 他讲出来 他说在这个末日 在上主的日子到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充满圣神 那么圣神我们看的话 在圣经里面 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话 圣神的作用是很伟大的 第一个的话 整个的创造工程的话 是在圣神内完成的 在起初 大地开始环顿 然后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然后上主说 可以说整个的创造工程的话 是三位一体天主的一个工程 有父说出了话语 这是圣言 然后有圣神的运作一起的 可以说圣神的话带来创造的 然后天主创造人以后 用泥土的话 创世纪第三章的话 用泥土造了人以后的话 吹了一口气息 这口气叫罗哈 希伯来文的话 我们也是在圣经里翻译成的话 是天主的神 天主的气息 一个人的话 整个万物要更新 需要天主圣神 一个人的话 也获得一个新的生命 也需要天主的圣神 然后在末日的时候 然后天主的话 也怕神给我们 让一个没有生命的 一个慈禧沉沉的 没有生命的话 重新获得生命 然后另外二十节的话 讲说一个上主的日子 到来会有什么改变的 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 来临的时候 太阳也变成昏暗的 月亮变成雪红的 如果大家想的话 这个景物的话 大家想的话 当耶稣复活 耶稣被定死以后 我们看马杜福音的记载 耶稣被定死以后的话 然后天地变成 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太阳动摇了 月亮湿光了 然后这个帆墓的花都开了 那么很多人的话 从帆墓里面出来的话 进了圣城了 这一线的话 比达出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末日的到来 就在过去了 那新的话 要开始的一个时间到了 那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的话 唯一的得救的保障 是靠什么 在末日当中的话 太阳湿光了 月亮也湿明了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面 唯一得救的话就是 凡是呼号上主名字的人 必然获救 这个上主的名字是谁 就是耶稣基督的 他经过了苦难 死亡复活起来了 然后他是人的话 唯一的救援 22节的话 这是伯多罗讲的话了 周围以色列人 请听这些话 这个 那在耶稣的话 是天都用德能奇迹正招 证明了他就是墨西亚的 我们看整个耶稣的整个一生的话 从他的出生 从他的宣讲 那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 他就是被富有者 被天主所派遣来的 他就是上主的救援给我们的 23节 他照天主一定的计划 被交付了 然后被定死了 然后他复活起来了 这是一个可以说 一个愉悦的奥基 在耶稣上发生这个过程了 从死亡 穿越死亡进入复活 那么说我们作为信徒的话 我们生命的来在哪里 就是耶稣的 参与耶稣的愉悦奥基 我们在信仰当中 靠着洗礼 参与耶稣的这个 可以说愉悦的奥基 穿越死亡 进入复活的过程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 得救的唯一的基础 就是说 可以说参与耶稣的整个愉悦奥基 那么耶稣本身的话 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 因此他做了预言了 达位指着耶稣说 上主说 我讲上主至于我的眼前 我绝不会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 我的心欢乐 我的纯愉快 连我的肉身 也要安息于希望中 因为你绝不会见我的灵魂的话 一切的应付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 见到佛秀 这是对天主的一个德能的表达 什么是天主 天主是永生的 天主是生命 在天主内的话 是没有死亡的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跟耶稣基督 跟上主结合在一起 他就已经超越了死亡了 可以说已经战胜了死亡了 然后下面的话 对耶稣的整个的过程 可以说通过耶稣的被交付死亡 然后他的复活的话就战胜了罪恶 战胜了死亡了 可以说在耶稣基督内 死亡被毁灭了 死亡被战胜了 然后那么耶稣的时代过去以后的话 耶稣的话整个他的工程完成了 他被交付了 受了苦难了 被定死了 复活起来了 那么这个余悦倒是也完成了 这是我们可以说的话 这是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当耶稣复活以后的话 开始另外一个时代 那叫圣神的时代 我们看的话整个的话 在耶稣的整个圣经当中的话 他来降生受苦受难死亡 复活起来了 这是耶稣的时代 然后就结束了 那复活以后的话 我们说圣神的时代就开始了 复活的主就是神 一个圣神的时代就开始了 我们说我们的话 是生活在一个圣神的时代当中 我们每年的话都要领受圣神 如果说我们领受了圣神了 我们就获得了天主的生命了 然后的话 那么说在我们当中的话 如果一个人的话 领受了天主的生命的话 领受圣神的话 一个新的生命就开始了 党伯多罗讲完了整个的过程了 从旧约圣经开始讲 用月二的先日书的预言 然后这个预言的话 在耶稣上实现出来了 那么说复活的主的话 就拆迁了圣神到我们当中来 那么听了这个讲道以后的话 那么人的反应是什么 37节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讲的主题 他们一听到这些话 就心中刺痛 心中刺痛 所以像伯多罗和其他宗徒们说 诸位仁仁弟兄 我们该做什么 伯多罗的讲道的话 感动他们的心 让他们内心里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 然后他们的话就来询问伯多罗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 然后伯多罗给他们讲三件事情 他们要去做的 你们首先要悔改 第二话是受洗 那么第三的话 就领受圣神的恩惠 圣神的恩惠 这三件事情 悔改 受洗 领受圣神的恩惠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生命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 他的灵性生命成长的过程 所以说今天的小主题 基督徒的一个蜕变 整个生命的话可以说transformation 生命里发生一个改变的过程 我今天晚上的话 然后基督徒的蜕变 就是这三个就是伯多罗讲这三个事情 他们听到了伯多罗讲话以后的话 然后他们问伯多罗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伯多罗说的话 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悔改 第二个 接受洗礼就是更新 更新 第三的话 生活在圣神内 接受圣神的恩惠 生活在圣神内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对这三点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了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在整个四旬期里面 做默想 也帮助我们每个人的话 灵性生命的成长 第一个的话 悔改 怎么悔改啊 在整个的四旬期里面 一个主题就是说 我们要祈祷 要做补俗 要性哀敬 然后目的是什么 带来我们内心的转变 悔改 所有这些祈祷 补俗 然后的话 去性哀敬的话 最终目的的话 是让我内心发生转变的过程 可是怎么转变呢 需要有三步去做了 如果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我每一个人的话 今天听我讲道的话 如果说你们在想 内心发生改变了 内心真的发生改变的话 需要做三件事情的 你每天来拜苦露了 念玫瑰经了 如果说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的 第一个事情的话 真的是 如果说我们 像这个伯多禄的话 第一次讲道以后 首先的话 让他们说 聆听到千主的话 然后认识耶稣基督 还重要一点 可以说我们做天主教徒的一个 最大的不幸在哪里 就是我们不重视天主的圣言 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 真正在十月地位 是天主的话 天主的圣言 第二位的是我们的热心善功 拜苦露期 这叫热心善功 第二位的是为我们去聆听 去认识耶稣基督服务的 可是我们很多天主教徒 就是摆磨道之 把不重要作为最重要的 把最重要作为最不重要的 叫摆磨道之 人家作为一个信徒的话 要悔改的话 第一步的话 去听天主的话 伯多禄讲道当中的话 这些人的话 他们听到心里面很刺痛 因为他们听到天主的话了 认识耶稣基督了 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坐标 一个标杆 第一步要悔改的话 第一步 听天主的话 认识耶稣基督 这最重要的 所以要好好去读天主的话 读福音 学习福音 认识耶稣基督 听天主的话 第二步的话 当你听到天主的话了 然后你会以圣言来 可以说来光照你本身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都是罪人 可能说我们是惧怕光明的 我们越是惧怕光明 我们越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 如我福音里面讲了 光明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人的话 喜欢黑暗 胜于光明 如果说我们在那一个人的话 如果说你听到天主的话了 让天的光明来照耀我的黑暗 这是很重要一点了 可以说发行我的生命了 可以说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之下的话 我能看到我生命当中所缺乏的 那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了 然后我内心的话会发生一个 真正的一个悔改转变的过程 这个皈依 conversion 希腊完成的是metanoia metanoia 然后去拥有耶稣基督的胸怀 然后当你再去看世界的时候 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话 其他人的话 那么再能感受到对人的需要 其他的需要很敏感的 不光是关注你自己了 然后同内心的 可以关注其他的人了 只有内心的转变的一个过程了 这第一步了 悔改 第二步的话 更新了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 我都是说你们要接受洗礼 我们如果是看洗礼的过程的话 我说你们要去胜利朝圣 然后下到这个死海南部的 约丹河的 约丹河下面的 然后去纪念当年若翰给人受洗的地方 在约丹河里面都是进水里的 一个人到河里去以后的话 然后巴黎整个人把图搬到水里面去 然后再让你们从水里面浮起来的 从水里面站起来的 那么我们看耶稣的受集就这样的过程 那么这一个动作的话 还好表达出 这一个人的生命的更新的过程 当巴黎的头压下去的时候 这是一个死亡的过程了 死亡的过程了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 要改变我的生命 要更新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transformation 要改变我的生命的话 第一步的话要死欲自我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自我都是一个假的自我 是一个自私的自利的 贪求享受的 害怕受苦的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我 是一个自私的我 这个我的话 不会给我带来真正的内心的喜乐跟幸福的 如果说我还是生 如果说我整个生命 干这个自私的我 干这个本性的我认同的话 我的一生的话不会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听耶稣讲的话 谁若愿意跟随的话 该背着狮子架 在我后面的话 天天的追随我 那么说我们跟耶稣的话 就把这个自私的我给定死的 把这个本性的我给定死的过程 然后那本性的我死亡的过程 第一步来更新 第一步的话 让救我的话 死亡的过程 当我从水里面站起来了 就是一个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了 这个新的生命的话 不是来自我的 是耶稣基督给予我的 然后我是跟耶稣的生命认同的一个过程 我们灵气的话 保禄讲的话 灵气是什么 罗马人手里面 什么叫灵气 那就是说与耶稣基督同死 同葬 这是救的我 然后同复活 这是一个新的我 站起来了 如果说我把我的生命 跟耶稣基督认同了 找到一个真正的我了 一个真的我 这个真我浮现出来了 然后我的一个真正的 可以说一个灵性的生命就开始了 那活着这个生命 我就可以拥有真的内心的平安喜乐 真的内心平安和喜乐 这是第二步了 第三步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生一直到死 通过灵气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我灵气那一天 生命的终结那一天的话 就是一个可以说去参与耶稣基督这个愉悦傲极的过程 每天就是说经过死亡进入复活 经过死亡进入复活 这个灵气的这个奥祭 这个可以说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到同复活的过程 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所以说在灵气当中的话 当一个人灵气了 我说 玛利亚我给你受洗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后面是没有阿迈的 这个阿迈什么时候说阿迈呢 到哪一天你要领受神的最后的富有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要说阿迈呢 也可以说 当你生命的终结的话 是整个的愉悦傲极的一个实现 圆满的过程 我们一个人要更新 就要经过这三步的 死于自我活于基督 然后每天践行这个愉悦的傲极 愉悦的过程 这是第二步了 第三步生活在圣神内 我们说从悔改到更新 第三步的话 领受圣神的恩惠 生活在圣神内的话 也可以翻成三步走 在生活当中 看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人 一个有灵性生命的人 跟一个没有灵性生命的人的话 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很多时候呢 比方有学生来找我了 要给你们做神师了 做一个辨别了 修士来了 说神父 给我辨别一下 我又没有圣招 以后可以做修士 做会士 还有以后可以做神父 我跟他总讲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说一个人的话 要做会士 要做修士 要做神父的话 一点就是说 他首先开始一个灵性的生命 如果说他不能开始 有一个灵性生命的话 他不适合走这条路的 那什么叫灵性的生命 灵性嘛 the spiritual spirituality 灵性的生命 里面的话有spirit the spirit就是圣神的意思 如果说一个人生活当中的话 我安全的话 按照我自己的欲望去生活的 按照我个人思想去生活的话 那这叫本性的生命 本性的 如果在我生活当中的话 我的生活的原则的话 是天主圣神 这叫灵性的生命开始了 灵性生命开始了 所以在生活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话 完全感到你的本性的欲望 你的追求去生活了 这叫本性的生命 你还没有开始一个真正的 一个灵性的生命 我们看耶稣整个生活当中 他的路加福音里面 这有给我们一个提醒了 好好去读福音书吗 真的是 在路加福音里 整个耶稣一生当中 从耶稣的出生 到最后耶稣的死亡 都是在圣神内完成的 耶稣的受孕 可以说圣母的受孕的话 受孕耶稣的话 是在圣神的比孕之下完成的 也可以说 耶稣基督是圣神的果实 没有人性的干预的 完全是圣神的干预的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神的承载者 等耶稣诞生以后 他要公开开始生活了 第一步的话 在越丹河里面 接受若翰的洗礼 当他洗礼结束以后 有什么一个景象 然后圣神的鸽子 降到耶稣身上 然后有一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慈 我所喜悦的 耶稣充满了圣神 当在耶稣的话 在他公开生活的第一步 接受试探的时候 是圣神引领耶稣 到旷野里面 接受魔鬼的试探 然后在耶稣整个的 公开生活当中 他怎么去磨 我去磨的话 是以天主的手指来去磨 什么叫天主的手指 就是天主圣神的力量 在十字架上 耶稣最后一句话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中 说完话 就断了气 我把我的灵魂 那灵魂当然是中文的翻译了 真的意思的话 我把我的 Spirit 把圣神的话 交付出来 交给整个世界 交出我的圣神来的 耶稣死亡以后的话 整个圣神 整个世界充满了天主的圣神 给我们看的话 耶稣整个一生的话 就是在圣神引导之下的 所以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 一个灵性生命 要开始的话 就是接受圣神的引导 或者接受我百姓的欲望的引导 接受圣神的引导 这第一步了 然后第二步的话 在圣神内解出属灵的果实来 圣上的果实来 我们看格林多人前书 格林多人后书 在保禄的整个生活当中的话 可以说 这个格林多人的教会 是一个充满了神恩的教会 就是添出圣神的 然后保禄就说了 每一个人的话 都领受了圣神的不同的神恩 有的可以做先知 有的可以做教师 有的可以做宗徒 不同的神恩 都充满了圣神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的话 把这个圣神活出来 解除干天主的圣神的神恩 相应的果实来 圣上 喜乐 平安 慈悲 充满爱心 所有这些的话 都是可以说 圣上的果实 天主圣神 给予了神恩所解除的 真正的果实 真正的果实 这第二步了 然后第三步的话 如果说 一个人生活当中 天主说 接受了圣神的指引 然后呢 让自己所领受的神恩 圣神的恩典的话 在生活当中解除 相应的属灵的果实来 后果是什么 你本身就成为 天主的心香啊 保禄说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真的说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完全的话 接受圣神的指引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 解除圣上的果实来 然后你本身啊 你有这个 可以让人的话 真的跟你在一起的话 接近你的时候 会感受到那种芬芳啊 天主的芬芳啊 吸引人来 来跟你接触的 愿意跟你接触的 你会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有好多的朋友 你不需要讲话的 就可以吸引好多人来 走向你 走向福音 接受信仰的 我们在看教会里面 很多的圣人啊 真的是 他们不是说 一个圣人到最后的话 不是靠他的话语 来感动一个人了 他的临在 就可以感动一个人了 但是我们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了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第一位有名的 这个沙漠的引修教父 引修圣人 圣安当 那在他整个的 一生过程当中 我们看的话 《安当传》这本书 很有名的 是这个大欧的教父写的 《圣安当传》的传记 他说圣安当的 整个生活当中的话 经过了三个步 三步走 我们说福音里面一句话 《玛兜福音》里面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说你赚得了全世界 而丧失了你的灵魂 为你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 因为应了这一句话的话 让安当的话心里面刺痛 然后他悔改了 在生活当中的话 发生了一个改变了 他开始引修生活了 在静默当中去寻找天主 首先的话是 在自己的窜落不远的地方 引修了 然后慢慢的话就开始远一点了 在山洞里面引修了 最后去了沙漠里面去引修了 到沙漠当中去更接受考验了 沙漠里面引修了 当他进入第三步的时候 本来是单独一个人了 因为他整个人的话 可以说领受了圣神 充满了圣神 然后他自然 他身上发出一个吸引力 因为他的灵在 自然发生改变了 他住的地方的话 开始慢慢形成一个绿洲了 不是沙漠了 然后有好多的人的话 就是被他所吸引来了 然后开始在教会当中 现在第一个引修生活的团体形成了 真的说判断的话 散发出这个天主的frequency 这个芬芳吸引人来了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今天晚上的这个真的是 我们看了这个波多禄的第一次的宣讲 宣讲以后的话 有三千人的话接受了洗礼 然后波多禄的话讲了什么内容 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 把耶稣基督放在人的跟前来 在耶稣的光照之下的话 他们那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 心里面心痛了 这个是一个动力 然后心痛开始的话 整个的过程 一个基督徒的可以说 灵性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开始了 散步 悔改 更新 然后生活在圣神内 所以那个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说 在整个四旋期里面的话能够说 按照这个波多禄所讲的 这三步 悔改 更新 生活在圣神内 然后每一个人的话都能够说 充满天主的圣神 然后活出一个灵性的生命来 因着我们 我们的灵在的话 因为我们的灵在可以散发出天主的芬芳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 来跟我们一样 来分享 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信仰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前面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感谢观看